哈囉 大家好 午安 我是璐講 今天跟平常比較不一樣的開場 因為今天呢 我是要去買文當的30歲生日禮物 那我現在帶的地方是壽司店壽司狼 今天是愛獎他要陪我一起去買禮物 我們兩個現在先來吃壽司 然後吃完壽司之後再去買 愛獎先去廁所等他回來跟大家打招呼 哇 壽司狼他們現在期間限定 有還蠻厲害的東西給大家看 他們現在竟然有這個 海鮮爆肅 好厲害 你們看 有鮭魚又有田蝦 上面還有鮭魚卵 然後這邊感覺好像是干貝 這個很厲害 等一下我要點點看 然後跟大家說還有一個我覺得超好吃的 就這個不單耶比 不單耶比超級好吃 我之前吃的時候是只有賣一罐 然後它現在是兩罐一起賣 那價格的話也比較高一點點 我這裡點了一個炙燒鮭魚還有田蝦 這是我每次都會點的 那因為我一定要加芥末 所以還有另外拿他們這個芥末小包 那他們這家壽司狼的綠茶 還有筷子是自取的 那平常的話都是會放在桌子 不知道是不是我沒來這段時間變的 剛才還蠻不習慣找了一下在哪裡 然後我另外點的薯條 壽司狼的薯條意外很好吃 點給愛獎吃吃看 然後我們的愛獎回來了 愛獎今天呢 要陪我去買文當的生日禮物 謝謝愛獎 然後給大家看愛獎他都點蝦子 之前起司缺活 然後他就從那個 menu上去消失 然後現在終於回來了 你們就點了 我等這邊等滿久的 因為我只吃蝦 哈哈哈 然後我還另外點了 蘋果汁 我也超喜歡壽司狼的蘋果汁 幾乎每次都會點 然後愛獎還點了茶碗蒸 噹~~ 噗噗噗噗噗噻 噗吾哈 你頭髮有點醜 失敗的愛翔 失敗 蛤有了有了 這是在這裡啦 給大家看 像是在這裡 我點的海鮮暴勝來了 好扯 我本來以為它是一坨飯 然後上面堆一大堆 就沒想到醬像這樣的三罐 然後大家看到這裡有寫說 可能因為現在日本新年的關係 他說點這個可以開運 然後有這麼多的料 那這邊的話就是螃蟹 干貝 蔥花鮪魚 然後這個是とびこ 跟鮭魚卵 還有鮭魚 然後最右邊上面是甜蝦 還有鮪魚 下面還有蔥花鮪魚 天啊 太澎湃了吧 傻眼 它下面是三坨飯 對 可是它的料是連在一起的 我覺得它看起來很難吃 不是不好吃 是很難吃 所以大家要約會的時候啊 不要點這個開運 但是我還是 2022年我要在Cicero要開運一下 這裡就不拍我怎麼吃了 應該會吃的還蠻醜的 那現在我們已經吃完壽司 要前往去買文當的生日禮物 之前跟文當去逛Louis Bidong的時候 他就很想要Louis Bidong的香水 或是車鑰匙 所以我今天想出來看那兩個 我們現在來到了Louis Bidong的前面 旁邊有個警察局 很方便耶 如果有人偷東西直接報警 這次在考慮要買鑰匙扣 還是買香水給他 可是這裡好像目前沒有看到 上次我們在社補店看到的那個鑰匙扣 現在店員去幫我們拿庫存 然後讓我們在這個等候區稍等一下 二樓的這個裝潢好漂亮喔 他們這家店女生的商品是在樓下 男生的商品是在樓上 目前有這麼多個鑰匙圈 上次我們看的好像是這個 他好像就還蠻想要這個的 那同樣款式呢 除了有這個是老花花紋之外 還有這個是素面的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香水 這部分的話呢 都是男生的香水 這一款是上次文當文之後很喜歡的 我買好了 謝謝艾獎陪我來買 而且他們很貼心耶 因為今天下雨還有那個阿妹卡吧 就不會怕被雨淋吃 我們現在來玩文當的生日禮物 艾獎帶我來在新宿的合作社 他們這裡也是一家台灣料理的專賣店 那蠻特別是這裡有賣肉拌廚絲 其實艾獎本來是推薦點 炸飲絲捲 可是我們兩個剛吃完都蠻飽的 所以兩個人都沒有點 因為剛剛鹿獎點了那個豪華的廚絲 喔對那壽絲我真的沒想到它那麼大一碗 吃完我就吃不下去其他東西了 然後我們兩個今天就點了一個豆花 然後我點了一杯飲料 沒有我點的是燒仙草 喔好 哈哈哈 艾獎點了燒仙草 我覺得肉羹很早有人賣 媽媽肉跟飯 當然都是滷肉飯 店裡是長差不多這樣子的感覺 而且我們坐的這個吧台位置好香喔 他們店裡還有放台灣的音樂 這個是合作社的菜單 他們有飛盆豆花、剉冰、飲料、早餐 早餐有肉飯吐司喔 還有培根蛋吐司 台灣的Goodman 有雞肉飯、肉飯、掛包、切仔麵 然後還有炸物 炸物有雞排、鹹酥雞、甜不辣、薯條 豆腐、蘿蔔糕和銀絲捲 艾獎現在很拼勵 在找之前吃的銀絲捲照片給我看 我跟艾獎點的燒仙草跟豆乳紅茶來了 而且它這個盤子是鐵盤耶 超可愛的 那它都吃燒仙草之前要攪一攪喔 艾獎來攪拌一下 哇 哇 欸真的是燒仙草耶 我在日本第一次看到燒仙草 它可以自己選料 因為我討厭豆子 所以我就選 芋圓、番組圓、小湯圓 欸真的是燒仙草 好欣賞喔 那他們給了我跟艾獎一個小碗 這個湯匙也很抬耶 我以為我們今天的重點是文當的生日禮物 文當的生日禮物 文當的生日禮物不就有 一分鐘結束了嗎 那艾獎他也分我一點燒仙草 來吃吃看 加小湯圓 剛剛有味道真的就燒仙草耶 天啊 好懷念喔 好久沒吃了 開動了 小湯圓好適合喔 很好吃耶 然後是我點的 豆乳紅茶 他們這杯子上面 還有他們自己的這個小人偶 我也不知道誰 蠻可愛的 很好吃喔 與其說豆乳紅茶 蠻在喝熱豆漿的感覺 這家新宿 應該大家蠻方便來的 新宿有蠻多台灣的東西 下次來的時候 來店看其他食物 這次因為我們兩個吃得比較飽 就沒有多 不知道文當會不會喜歡我買的這個禮物 那個時候跟他去色谷店看的時候 他就蠻喜歡的 他應該會很開心 雖然我們兩個現在還沒有買車 暫時還用不到 但是我覺得 對於30歲來說 是一個蠻有代表性的禮物 謝謝愛角今天來陪我買東西 掰掰 掰掰 再見 掰掰 嗨大家 那我現在已經回家了 在我們家的床這裡 那離文當的生日 差不多只剩下兩三個禮拜差不多 因為文當今年是滿30歲的關係 我就想說不能單純只是送他一個禮物 希望可以給他一個很好的回憶 一個小小的旅行 最後想到去哪裡的時候 我就突然想到 文當他一直超想去大阪的環球影城 有鬼滅跟任天堂 就是瑪莉歐 所以想說他這次30歲的生日 就要帶他去大阪玩 去玩環球影城 然後晚上再送他禮物 希望他真的很開心 30歲真的是還蠻有意義的一個歲數 也代表我跟文當 從二十代的時候一直交往 然後到結婚 然後到現在 其實時間真的過得好快喔 那到時候我跟文當去大阪的時候 也會拍影片 應該就在這支影片上線之後 下一支影片吧 希望文當可以玩得很開心 我自己也很緊張 也不知道是在緊張什麼 但是就蠻緊張的 那畢竟現在也不方便來日本 到時候我們也會盡量多拍一些景色啊 然後環球影城他們裡面的畫面給大家看 希望可以讓大家也有跟我們一起去玩的感覺 那要謝謝大家看這一支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大家再見 掰掰 下一支影片應該就在大阪了